就在昨晚 那年花开中温润如玉 又情深似海的吴聘少爷正式领便当了 周莹的一声声哭喊 直接虐克锐了一众聘银粉 瓜友们先擦干眼泪 没准这段吴家后人的揭秘能够治愈你呢 日前周莹的第四代传人 他的曾孙女吴国华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不同于剧中大婚不到半年就生死相隔 吴国华透露 历史上的聘银CP曾拥有三年的恩爱生活 两人的爱情也是坚定不移的 聘银夫妇还有个女儿 只可惜早早夭折了 自己的祖辈是过激到周莹名下的 此外 剧中的周莹出身江湖 而历史上的她却出身官宦之家 家风乐善好施不说 和吴家也是世交 一粒聘银CP也是真真儿的青梅竹马 至于剧中吃恋周莹一生的沈兴仪 在历史上并无此人 只是个虚构的角色 而对于孙丽本人 吴国华更是一百个赞不绝口 栗赞娘娘比真周莹还漂亮不说 更被娘娘剧本不离山的努力感动 一句周莹的灵魂已经负她体了 就是最发自内心的认可呢 周莹的灵魂已经负她体了 我觉得她演得特别棒